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害怕的就是有人变心 两个人相爱 如果有一方变心了 这段感情就很难再维持下去 有的女人在平淡的婚姻中待久了 难免会被外界的花花草草所吸引 加上意志在不坚定 往往容易有二心 有人说女人变心是悄无声息的 因为女人绝情起来的样子比男人还狠 莉莉是个比较黏人的女孩子 和小杰结婚后 因为工作的原因 小杰需要经常出差 莉莉起初不愿意 便整天因为一点小时闹腾 小杰也埋怨她不理解自己 可是慢慢的 两个人不吵了 有时一天也说不上一句话 直到莉莉提出离婚 小杰才知道原来莉莉已经爱上了别人 两个人最后只能分道扬镳 小杰也很后悔 自己为什么没有早点发现妻子的心思 其实如果一个女人有了二心 是有迹可循的 往往身上会有这些特殊味道 根本掩盖不住 男人一定要洗心 学会及时止损 一 偷偷摸摸的味道 女人在外面有人 肯定是一件剑步的阳光的事情 要偷偷摸摸的进行 那么她的行为举止肯定会变得神秘 经常背着你接电话 你一走近 她就立刻把电话挂断了 谁色紧张 会变得行踪不定 动不动就消失上大半天 电话不接 信息不回 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而且她与你之间的沟通交流会变得很少 因为她内心不安 生怕自己说错话 就避开一切话题不谈 除了你们的孩子 没有其他的话题可聊 二 陌生的味道 相爱的两个人肯定会关心对方 关注对方的一切 因为爱着就会把对方放在心上 一般女人的依赖心都比较重 希望得到男人的宠爱 两个人一直相亲相爱 随着婚姻关系的加深 慢慢就会向亲情靠拢 往往会因为一些事情争吵 但她最初是为了让这个家变得更好 但是如果一个女人有了二心 最明显的变化就是 对家里的事情不再关心 不再关注你的行为 对你越来越冷漠 你不主动问她 她不会和你说关于她的一切 这时候你在她心里已经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了 三 火药的味道 两个相爱的人可以接纳对方的不足 包容对方的缺点 正所谓情人眼里出西施 即使你有再多的坏毛病 但在她心里 你都是个最完美的人 但是如果一个女人有了二心 往往就会把两个男人进行比较 因为她已经把心给了别人 所以看你哪哪都不顺眼 一旦心里有了嫌弃的种子 她就会变得非常挑剔 慢慢的 你做什么都是错 故意挑你的毛病 跟你吵架 跟一个火药桶似的 一碰就炸 家里更是火药味十足 她的这种行为 也是希望你能自讨没趣后主动离开她 四 风情的味道 正常来说 一个女人结婚后 往往会因为柴米油盐 老人孩子 忙得不可开交 不会再像结婚前那样 顾及自己的形象 所以也不会太注重打扮 但是如果一个女人有了二心 她为了达到吸引对方的目的 开始注重自己的形象 你会发现 她经常购买一些服装和化妆品 每次出门前都要把自己打扮一番 变得风情味十足 散发着幸福的味道 所以说 如果一个女人突然爱打扮 并且带有风情味 那你一定要注意 五 嫌弃你的气味 俗话说 情人眼里出西施 当他爱你的时候 你在他眼里就是千般万般好 当他变心了 心里有了别人的时候 就会各种嫌弃你 还会拿你跟新欢比较 他会整天数落你 又穷又丑 又不够温柔体贴 每天吐槽你一遍 还把你身上的小缺点无限放大 甚至于有的时候 对你表现出的那些亲热请求 他都会显得不耐烦以及抵触 当你明白 这是女人出轨后的表现 你才会真正发现 女人会因爱而恨 却又因恨而生怨 婚姻中 女人身上一旦有了这些特殊味道 往往是有二心了 根本掩盖不住 男人如果最后不想被伤害 一定要提高警惕 茫茫人海中相遇就是缘 婚姻更离不开两个人的用心经营 要学会包容和理解 才能收获更多的幸福 婚姻不易 不管是什么原因 都不能成为背叛的借口 如果不爱了 就光明正大地说分手 选择好聚好散 不要贪心地拥有不能拥有的东西 否则只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没有人会为你的错误买单 要记住 如果爱 请深爱 如果不爱 请离开 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本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 麻烦您点点订阅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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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